长篇玄幻小说 万古至尊 作者 太医生水 李家的练功室 李云霄还是第一次进 比嘉兰学院要宏伟的多 但却没有重力阵法 但他有黑牛大剑在身 平常状态下都是十倍重力加深 按照他原本的预计 自己修炼的都是最为顶尖的功夫 和最为正确的修炼途径 这些强度加下来 即便没有机缘巧合 也应该早就进阶武师了才对 但是却不过是停留在七星武士而已 这让他异常的郁闷 戒神碑内 李云霄深吸一口气 双手捏了一个法印 摒弃宁神将神石沉入丹田之上 先前施展出铜树之后 戒神碑当中似乎有些异样的反应 而且其内空间能够让大眼神爵 完整显形出来 让他涌起了尽快开发出 这件宝贝的潜能之心 他的神石在戒神碑当中显化成形 化作自己本尊的模样 静静地站立在独立空间之内 悬兵当中暗藏独立空间的 我也见过不少 都是将简单的空间法则 通过阵法凝炼到器物之中 但是这种空间都是死寂空间 李云霄喃喃自语地看着天空之上 飘浮的白云点点 晴空上一片朗朗明亮 常常吐了一口气 怪异地说道 这里的空间就好像是一片自成天地 有如秘境一般 似乎是活的 他敢百分之百肯定 这戒神碑的炼制手段 远在他理解之上 整个天舞大陆 能够炼制出戒神碑这种存在的 他皱眉宁丝 眼中略过一道金芒 沉声说道 绝无仅有 李云霄轻轻地踩在大地之上 静静地感受着空间律动 他盯着自己的身躯好一刃 才自语道 能够让神石凝化不散 灵魂直接显影出来 这戒神碑中的规则与外界 似乎有些不太一样 他自由地在里面夺了几步 做了几个动作 突然脸色变得有些怪异起来 沉思片刻之后 他的灵魂显影 在戒神碑当中开始盘腿坐下 双手捏绝 与本体一般无二 一内一外 同时修炼起来 不同的是 本体吸收的是外在的天地元气 而他的灵魂显影 却是在戒神碑当中凝炼魂力 两者同时进行 只是心神相连 本是一体 却互不侵扰 果然是两种天地规则 他眼中爆出精芒 露出大喜之色 激动地说道 若是如此 我修炼之时 岂非可以分心二用 灵体同修 如此一来 即便我的修炼途径 比常人要艰难 却能节约出一半的时间 而且在戒神碑内 大眼神诀 可以直接显形而出 这样 回复九阶数炼师的魂力 也不会是遥遥无期了 灵魂的修炼 比武道要艰难百倍 虽然他身怀各种奇异 练魂功法 但大道之徒 永无洁净 拥有再好的资源 也无法省略苦修 艰辛 时间的淬炼 任何一名武者和数炼师 都是在永不停歇的修炼之中 才能成为一方豪杰 这戒神碑虽然他还无法理解 但却已经有了心念相通 他知道自己现在的实力太低 根本无法探寻究竟 当务之急就是尽快提升实力 他的灵魂在戒神碑当中 凝炼起大眼神诀 身体在李家密室内 开始做起霸天炼体诀中 各种怪异的动作 重力也小心翼翼地控制着增加 将自己整个人 丢在极限的边缘挣扎 唯有如此才能不断突破 在霸天体试的状态下 重力增加到了30倍 终于达到了他承受的极限 肌肉和四肢百骸全都崩直 巨大的酸胀痛楚之感传入脑中 在戒神碑中的灵魂显影 也受到侵扰 眉头微微一皱 李云霄的本体眉心 骤然射出一点黄豆大小的微光 顿时从戒神碑内飞出 十来块夏品原石 呈一字排开浮现在身前 黑牛大剑迷你在掌心之中 化剑为掌 一道金光闪现 十块夏品原石 顿时纷纷爆碎开来 蕴含在其中的天地元气 犹如沸腾的水汽开始弥漫开来 碎裂的原石纷纷化作淡色的粉末 归于灰尘飘散在密室之内 造化遗弃 给我吸 李云霄一个打挺 崩折的身体瞬间弹灰原状 从霸天体势之下恢复过来 双手合十坐如泰山 周身的毛细血孔 好似全部张开一般 全身亿万个细胞 似乎开始一张一合地呼吸起来 弥散在密室中的大量天地元气 瞬间犹如鲸吞般 朝着李云霄的身体涌去 他的呼吸配合着全身血脉和蒸气的运转 一吸之下 十块夏品原石蕴含的元气 直接被吸入大半 转化为最为精纯的蒸气 在体内流转周天 在这个过程中 有大半的元气终将流失 少部分被肉体吸收 最终凝炼沉积下来的 则随着经脉回归到丹田之内 化作自己的真气 李云霄睁开双眼 满是震惊和欣喜之色 魂 体 气 三者果然有着千丝万缕的微妙联系 在前两者的辅助之下 我运转造化仪器绝 竟然可以一次吸收 八块左右的夏品原石力量 在前世这个境界的时候 能够一次吸收两块 就已经是逆天了 他的眼中略过一丝神光 自语道 三者同修之下 每次进阶需要的元气 都是普通舞者的数倍之多 但吸收的速度 也比普通舞者要快数倍 如此一来 倒也没有吃亏 而且在这种修炼方式之下 就算是低心武师 也未必有我的真气 浩大精脆 等我再回到九天境巅峰的时候 整个天舞界 还有谁是我的敌手 李云霄目光灼热 取出大把大把的原石 不要前世的洒向天空 黑妞大剑不断轰击而出 一方方的原石爆炸开来 片刻之后 整个密室之中的原力浓度 几乎犹如实质 造化遗弃弃弓 全部给我吸进来 这些原力若是任由弥散 最终结果就是回归天地之间 但是在李云霄的造化遗弃弃弓下 他整个人好似一道漩涡龙卷的中心 四周的天地元气犹如小型的龙卷一样 纷纷收入李云霄身体之内 若是这种场景被外人看见 根本就不会相信 他的身体上突然开始发出各种古怪的声音 肉体似乎跟吹了气的气球一样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膨胀起来 经脉也骤然被撑大了数倍 不好 吸太多了 我太贪了 他骇然地发现 自己的身体承受能力 在大量元气的灌入之下 短时间就冲到了巅峰 四肢百骸都要炸裂开来一般 不管了 死就死 区区上百块下品原石的元气而已 难道还能把我撑爆了不撑 他双目之中 胀得血丝通红 身上的血脉经络 也一条条地显现出来 就好像老树枝盘根错节的交叉密布在身上 模样骇然可不 一道道的压抑到了极致的咆哮之声 如同雷霆 乍响 从胸腔之内大吼而出 三声过后 李云霄的身上开始裂出一条条的口子 鲜血像果汁一样炸了出来 双目当中也是血泪涌出 但他的表情却是异常的平静 目光如水清澈 整个密室当中陡然安静了下来 原本狂卷的元气也变得缓缓 开始停止流动 李云霄一动不动的盘腿坐在那儿 好像没有了一丝生气 就连眼眸当中的光芒 也开始慢慢地暗淡下来 这种感觉 真的是我承受不住肉身崩溃了吗 笑话 怎么可能 他猛地一抬起头 眸中精芒再次暴闪而出 似乎如星辰爆炸 在戒神碑内的灵魂显影 骤然消失 神石归位 心神合一 一道不屈的惊天怒吼传出 李云霄双目瞪圆 五指须握 身上骨骼一阵暴响 密室之中原本静谧下来的元气 再次受到撕扯 而疯狂涌入进去 七星五世之境 直接给老子冲过去 他大吼一声 强大的神石之力 引导着不断涌入的过量元气 开始疯狂地冲击那七星瓶颈 犹如海浪般一股股地拍打下去 他浑身血气沸腾 皮肤表面上涌起一个个的血泡来 牙关被死死地咬住 七孔之中渗出血液 轰隆 梦雷之声 在脑海之中轰然响起 顿时整个人突然一松 一股全新的力量涌入四肢百骸 周身经络之间 说不出的痛快惬意 终于成功了 我还没死 李云霄大笑了几声 眼中尽是疯狂之色 刚才的情景 若是运气不好 一下不慎的话 可能就是直接暴体而亡 万劫不复了 但是这些武道强者 哪个不是疯子 感受着体内八星五世之力 如江河奔涌 李云霄大笑之语 自己也有些后怕 暗想以后可不能 这般完命了 一次运气好能过 不代表次次能过 这种事情 挂一次就彻底挂了